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场赛跑中 原本快得第一的主角做了一个特别的举动 最后他只获得了第二名 但心中充满着温暖 一起来听听主角为何没有拿第一 却还是感到满足呢 加油 加油 二年三班陈燕廷得第一 四百公尺赛跑上 一向被视为飞毛腿的燕廷 却始终落后隔壁班刚转学来的阮士福 当越来越靠近终点 燕廷正打算能不能一鼓作气超前时 阮士福却莫名停下来 不停左右张望 场边此起彼落的叫喊 似乎越加让阮士福困惑 燕廷想起身为新著名的阮士福 还在努力学中文 慌张下应该更听不懂 燕廷跑到阮士福身旁 却没有超前 而是伸手轻轻推了他背后一下 示意他要继续跑 幸亏这个举动 阮士福拿了第一 但燕廷因此只有第二名 同学不免问燕廷 哎 你怎么这么傻 把胜利拱手让人了呢 燕廷倒没有一丝遗憾的神情 我每天放学都看到 他比谁还认真练习 那是他应得的 燕廷没说 却同样看在眼里的事 阮士福的妈妈总会陪他练习 虽然听不懂两人说什么 但燕廷忘不了 阮士福被妈妈摸头时 那难为情却又满足的笑容 赛后 阮士福和燕廷站在颁奖台上 阮士福却突然伸出手 要燕廷一同站上第一名的位置 并用还不流利的中文说 谢谢你 我不会读书 只能努力 跟妈妈第一名 真的谢谢你 燕廷回握住阮士福的手 心中充盈着 比起荣耀更加满足的暖意 你觉得燕廷为什么乐意帮助阮士福呢 A.她有能力付出 B.她明白他人的需要 C.她觉得帮助他人是快乐的 当我们能乐意帮助别人时 快乐也会加倍哦 欢迎在节目下方或上网 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记得追踪关注 不错过精彩故事 也可以把故事分享给更多人 点亮彼此的心 以上节目 由普攻希望基金会制作 邀请有余裕的朋友 捐款支持 和我们一起用故事 陪伴更多人 下次见